2021澳洲网球公开赛的压轴好戏男子单打决战 生涯8次杀进澳网决赛 未尝一败的塞尔维亚球王Novac Djokovic 对决近况火烫拿下20连胜的俄罗斯最后希望Daniel Medvedev 面对来势汹汹的小楼弟 一开赛莫尔本之王就展现当代防守大师本领 接下来罚球又稳又刁钻 连拿三局给对方来个下马威 不过战斗民族也不是好惹的 Medvedev立即破发也挥进乔帅一波3比0 双方你来我往凹战到了5比5 最后由Jokovic突破僵局 艰难拿下第一盘 来到第二盘尽管Medvedev率先破发 但球王不愧是球王 关键时刻展现丰富的大赛经验 克服开局乱流 不急不徐连续破发 翻倒是底线防守建长的Medvedev 被打乱了原本的节奏 过度积极的进攻 导致双发失误与非受迫性失误 接踵而来 丢掉三个发球局 让Medvedev情绪大受影响 在比赛中怒摔球拍 最后大比分输掉第二盘 看准对手情绪尚未平复 Chokovic在第三盘乘胜追击 一路领先压制 最终以7比5 6比2 6比2直落3成功未免 在墨尔本第九度封王 保持在奥王决赛的不败神话 再一次刷新历史记录 而Chokovic拿下第18座大满关冠军 只差两座就能与20罐的Fedder 与拿刀并列历史第一